李安康金马五十评审团主席 金马之位会已经公布第五十届金马教评审团主席人选 哎,别笑得太快 先来回顾去年的评审团主席 金马之像双料影帝瓦哉 是为时尚最帅评审团主席 今年逢金马五十周年起来 华人电影圈比瓦哉更大 它更有魅力的 没有错,台湾之光艾莉 就是今年的评审团主席 加上蔡明亮和孝贤杜琪凤 够四大名岛要一起帮金马五十抬轿 只四大岛不是要组成狠男孩团体啦 蔡明亮指导电影交由 正在威尼斯角逐主竞赛单元 该片也是金马影展开幕影片 因为五十周年嘛 我想还是要在我们的首府台队办理一下 欧修仙导演本来就是金马机委会主席 这回江马上海当金马电影学院导师 香港大闹杜琪凤 则加入金马创投会评审团 挑出今年的百万得主 加上金马大使 四届银号张白玉这金马五十的阵容 哦 就中一个比一个大牌啊 只为怪也公布内容真设计 张白玉入境的主视角海报 但还有一件事情摆不平 就是距离11月23号班长年底 省不到三个月 还讲不到主持人 三度主席金马的增宝仪 广播剧主持过了解金马奖的蔡康永 也能弄 就算我会无罪 就算我会心碎 好听则表示卡到发片期 加上日前主持金区奖杯 网友麻烦太委屈 还在审慎考虑中 听过来online还是好期待哦 本导